这是一个你可以在任何运动之前做的5分钟热身 可以很好帮助你激活拉伸身体 减少运动受伤的风险 做完之后会感到身体微微发热 在开始之前 大家不要忘了点赞并且订阅爱琳的频道 今天我们宁公要做7个动作 每个动作40秒运动 中间自然过渡 首先原地高抬腿 双手上举 腿抬越高 下腹的发力感就会越明显 请教练习近期待 接下来深蹲侧边转体 双脚比肩稍宽 深蹲起身向侧边转体 同时手臂向上画圈 接下来是站立卷腹 侧边迈两步 卷腹用手肘去找反向的膝盖 感受核心的发力 接下来公布起飞 单腿后撤一步公布 收回上半身前倾 手臂向后向上抬 感受背部的挤压 挺接着低公布交替 单腿后撤来到地面 单手着地身体转向侧边 然后交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深蹲爆息 单脚侧边打开 收回屈膝 深蹲 小臂环抱小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动作 开合跳 双腿开合跳 双臂先向两侧打开 然后向上打开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 二 一 恭喜大家完成了这个五分钟的热身 希望你的身体有微微发热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再做一遍 现在可以去做课表里面的下一个运动了 那我们运动见